古装剧《上阳妇》从开播到现在热度一直都不错 虽然前期因为演员集体大龄化 被观众以及网友嘲讽得很惨 但最后随着剧情的发展逐渐好转 其实除了演员有年龄感的硬伤之外 观众对《上阳妇》还是抱有一定的期待 毕竟这是张子怡主演的第一部电视剧 能够得到国际章的肯定 显然这部剧不一般 而且用的都是神仙版底 花费了导演不少的心血 但不知道是因为张子怡跟电视剧水土不服的关系呢 还是跟电视剧本身有关系 这部剧在播出的时候 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意外 让观众出戏 这部剧在画面构图以及色调方面 确实是无可挑剔 而且演员的演技更是不用说 如今这部剧已经更新到20多集了 王轩告别了自己的初恋 迅速地与萧綦陷入了恋爱之中 他们共同经历了生死 才终于回到了都城 虽然从张子怡的外貌上看 确实是看不出年龄差 但实际上现在的王轩还是个少女 为了体现少女感 跟自己的哥哥上演了一场打闹的戏份 看上去一点都不和谐 另外这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张子怡脚下的鞋 竟然穿着运动鞋出镜了 这明显的是妥妥的穿帮镜头啊 如此显眼的穿帮镜头 让人对这部剧大制作的作品大抵眼镜 对此不少网友们表示 在古装剧中看到运动鞋瞬间很出戏 甚至还有人指责上阳富的剧组导演 以及张子怡 直呼他们这是不敬业的行为 这种低级的穿帮 在这部剧里发生 真的是太让人打敌眼镜了 另外还有人觉得这是剪辑的问题 但在拍摄的时候穿运动鞋 这就是不负责的行为 另外穿帮的还不仅仅只有这一幕 在剧中王轩的爹王丞相 之前因为女儿被劫仪式怪罪下属 从气势上看到拿捏得很足 俩人也在认真的对戏 可是观众却时不时容易走神 因为王丞相脚底边的烟头 实在是太眨眼了 让人想忽略都忽略不了 不得不说现场的工作人员 真的是太不认真了 烟头也能随便乱扔 另外这部剧里还有一个战况急爆的场面 士兵骑马在水泥大街上一路急驰 并嘴里大喊 八百里夹急 闲人必让 原本是想要营造出紧急的场面 但是翻眼一看大街上行人零星不说 群演们也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显然气氛营造失败了 而且在开头的剧情里 明显可以看出群演们穿着过冬的衣服 而主角们却身穿轻薄的服装 这或许是为了突出主角的不同 逻辑什么的就不重要了 观众们冲击力不小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部剧呢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